傳統武術說要練勁 不要練力氣 怎麼去分進貨力呢 如果沒有結構 我就往上 你看我這樣一個動作 如果你放出來 然後我這樣出 也蠻痛的 是不是 是有點懲罰 對 但是你看 如果說我這種情況下 待會兒 就把我扶著 往上抬掉 對 你這樣 就要不自主 在這裡 對 在打 來 原來感覺在這邊打 很有進去 那我突然給你打 進去的時候 很進來 進來 對 你是感覺到我的肌肉 就沒有辦法 爆發出來了 對不對 常人發力 因為沒有結構 要到最後一瞬間 才有殺傷力 如果在這之前被人擋住 就會感覺力氣發不出來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結構的發力 所以我們可以說 沒有結構的力 是結尾打人 有結構的勁 是全過程在打 因為結構的差異 所以常人初選喜歡拉開距離 我通過來發 你剛才對的 你就是打完之後 你手數量還要抽回來 對 只要抽回來 我們才能用第二槍 我抽回來的時間 也給了你 攻擊我的時間 那你的重啟的 你的整個裡面 其實就是 對 跟我保持 可以給你這種 使用這種節奏的 你知道嗎 他最喜歡的 就是 跟你 切的 要切 對 走 其實都是這個動作啊 唐州上還有線下教學 有意者私信 不能來的 還有網絡課程 請關注後 評論 學三三 我就會私信發你 我們不喜歡去測開 有沒有 我們叫做 貼的 這個就是在那邊 我有 這個就是我們來 這就是回到剛才 也就是說 沒有結構的人 力量在結尾才能爆發 所以喜歡有場打法 更能保持距離 而練技能也有結構 全部省做工 所以喜歡貼身 不給對手發力的空間 由於篇幅過長 剩下的部分 我們下集再講 是很大的力量 很傷人 哈哈哈哈